在油锅炸的滋滋作响 排骨是台湾民众最爱的配菜之一 但物价飙涨 名声议题在国会殿堂又掀起讨论 排骨饭我吃了 跟我大概十年前比起来 大概剩二分之一 你说那个大小有没有 大小是一样 可是它可能一片肉 拍拍拍拍 把它拍平了 这也是为人身材保持的 越来越苗条的原因 听到排骨越来越薄 主计长朱泽民却反而拿立委身材 开玩笑 但朱泽民冒出惊惧也非首次 一碗蚵仔米酸二十元 这回答让立委惊呆 时间再往前推 被问到卤肉饭价格 朱泽民更是神回应 卤肉饭从去年到现在涨多少钱 报告为我不吃卤肉饭谢谢 庶民小师掌声响起 民众都有切身之痛 平常吃便当的时候 像很多家便当都涨价了 份量要比较少 如果是内湖那边的话 你大概没有到一半二 可能吃不到肉 有肉的便当 便当可能就以前 只要六七十七八十 现在都要涨破一百 就花费还蛮凶的 小老百姓面对物价飙涨压力 在主祭掌口中变成维持身材的秘诀 这样的幽默 民众真的笑不出来 三立新闻 王神一大美军运特报道